地上硬有进行汽机车的标志 但仍看到当地民众骑着摩托车 进出裁风大道 高雄骑进海水浴场沿岸的裁风大道 可以让骑脚踏车三轮车的游客 观赏海岸景色 但禁止摩托车进入 但却常发生居民或游客 大辣辣骑摩托车闯进的情形 影响游客安全 破坏景观 然后又比较危险 对对对 因为这个是大家休闲的 你机车会那个什么烟 比较污染 所以真的纯净一点 所以说民众还是要有自己 要有功德心 对对对对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边如果有摩托车 大概对机车 大概是不太好吧 如果人多真的 当然会造成危险 人少也会 因为他就会觉得很方便 而且对那个要来照相打卡的人 是非常不方便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应该 可以让大家有一个共识 大道各入口处为了便利 人力三轮车进入 因此无法设立明显路障 但日前却发生摩托车 自撞的事故 在立里长期望进行摩托车的标志 能设置在更明显的位置 公所跟警察局有在配合 就是说在每个 有机位摩托车进入的进入口 要去做告示牌 更明确的告示牌 来告诉民众就是说 这是禁止机车进入的车道 希望以后能避免 这种遗憾的事在发生 当然我们现在是亡娘补老没有错 可是至少要去做 你都不去做 以后如果再有遗憾的事故发生 当然会变成好像一个地方的事情 地方首长不尽责任 还有主管机关没有善尽义务之责 由于彩虹大道非一般道路 远景无法开单取缔 本辖区内之彩虹大道 为专供自行车使用之道路 普通重行机车及电动车 一律禁止通行 为维护交通秩序及市民安全 本首会定期巡视该路段 如发现有违规闯入情形 将会超入相关资料 并报请主管机关 依法裁划 目前辖区中州派出所 以加强远景巡逻次数 劝导机车改道 避免事故再度发生 记者李嘉隆 无佩山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无ión请 Penny 对�데点诸事计oute